一到夏天 遊客就像說好了一樣 都往墾丁跑 也因此墾丁的合法民宿 在民國100年的時候 從90家到今年 一下子增加到350家 而這還是合法登記 非法營業的民宿 起碼上千家以上 也因此造成供電吃緊 自備緊急發電機 那像我們這個發電機的話 它每一台是可以供應 1000KW的這個電 那兩台一起發電的話 除了一般的正常用電 還有緊急的消防 還有空調等等 都可以在沒有電的時候 可以緊急的來提供電源 以往的經驗 墾丁只要湧進5萬名遊客 電量墾丁不足 而墾丁的飯店業者 為了避免遊客掃興 自備發電機 專門供應冷氣發電 但限電危機不止墾丁 在今年的5月 經濟部就對全台灣缺電危機 先行示警 沒有人想要限電 但缺電危機是不真的事實 來看看6號和7號的 尖峰被轉容電量 延續假日呈現黃色吃電 供景的狀況 暑假即將來臨 溫度飆升 萬一限電民眾要如何消暑 就算白天能夠到賣場百貨公司 吹免費的冷氣 到了晚上沒冷氣睡得著嗎 記者張春華 蔡雙吉 陳怡寅 高雄屏東報導